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我一聽眾兩位是梁彥成 跟我們講講世界大事 這段時間復活節 斯里蘭卡又發生了一連串 恐怖襲擊 專門去墳威教堂 以及炸教堂 炸酒店 這令人覺得奇怪 斯里蘭卡是一個佛教國家 基本上佛教沒有那麼多恐怖行動 除了日本人 南京大路三他們都說是信佛教 佛教的特質都不是那麼暴雷性 不過斯里蘭卡的佛教 因為與泰米爾人打了很久 仗是戰鬥性比較強 但是現在這些襲擊 暫時未有人宣佈 但是一般懷疑 穆斯林做的機會多過佛教徒 主要是因為 斯里蘭卡都有一小部分 穆斯林 他們都受到某些排斥和壓迫 主要是那些佛教徒曾經都逼過他們 就好像在緬甸佛教徒逼過那些羅興亞人差不多 但是他們為何報復 又是向基督教報復 這是沒有理由 因為基督教根本是在斯里蘭卡只有七成左右 即是相當小的一個群體 而且在斯里蘭卡的基督教 原初的根源就是來自耶穌的門徒 多瑪將基督教傳到印度 多瑪建立了印度早期的基督教教牌 多瑪教牌也是敘利亞的教牌 亦傳到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他們發現了一些古老的十字架 屬於多瑪派的 就證實這個多瑪派基督教 最早在斯里蘭卡已經傳開 就不是等到葡萄牙人、殖民地者傳過來 原本都有一個印度形態的嬌教 又形態嬌教又不是西方那種 帶有侵略性的宗教 是一種很本土化的宗教 沒有得罪什麼的人 但是竟然被炸彈攻擊 攻擊者似乎都是基於一種很奇特的意識形態 可能就是認為 今天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衝突 所有西方人都是信基督教的 他們以為其實不是 其實西方那些政府全部是世俗主義的政府 打他們那些人是世俗主義的 就不是宗教的 但是他又賴了宗教那一面 因為他們對西方文化根本不認識 變成攻擊基督教的本土人 他不是西人 但是他又要去炸那些酒店 似乎酒店屬於西方人柱 即是有遊客來住 殺遊客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沒有什麼好處 唯一就是令到人敢去那裡旅遊 西里蘭卡是一個歷史文化古國 我以前讀佛學的時候 我在美國讀博士 在佛學的時候那個教授 是西里蘭卡 他說西里蘭卡本身都是一個 好像夏威夷一樣 很多海灘 很多椰樹 也很熱 大家都應該生個教育和平 無端端打大輪做什麼呢 主要就是因為 舊時有兩個部族 泰米爾族和珍奇羅族 但是現在都打完了 當然珍奇羅族就是壓迫了泰米爾族 打贏了 壓迫了他們 但是現在似乎攻擊教堂那些 又不像是泰米爾人 又不像是珍奇羅人 那會不會就是那小部分的穆斯林 是受了那種的ISIS 那種意識形態的影響 是將所有基督教 當作是西方的代表人 連本土的基督教都予以攻擊 那其實如果缺乏基本知識 又不能夠容納不同思想 令到這個世界有很多的衝突 這個是很可怕的 但是可惜今天這個世界 就是很多人的確是缺乏基本知識 有很多人又不能夠容納不同的 所以世界亂到今天就是這個意思